热爱国家 热爱香港 有抱负 有能力 有担当的言能 带领香港 每一个香港人都应该运用好手上的一票 香港新一届立法会选举 经过前期两个几月 紧罗密鼓的准备 选举投票准备工作已经就税 终于要在本月19号正式拉开围望 作为香港特区 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三场选举中规模最大的一场 选民都希望能够利用他们手中的一票 选出爱国爱港的立法会议员 对一国两制的幸运资源 特区的梁正善志 和长治九安出一份力 据悉 全港有超过447万名登记选民 投票日将设有630个投票站 供选民积极投票 作为此次 对香港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会选举投票 必定会出现一些激进反对分子 企图干扰立法会的正常举行 12月15号 廉政公署再次采取执法行动 拘捕4名人士 截至目前已经拘捕10名 涉嫌在本届立法会选举中 刚犯该罪行的人士 为加强市民对香港治安的信心 确保令市民能够放心前往投票站进行投票 香港警方已派遣了三大反恐部门 到全港各区选举投票站附近进行高调巡逻 做好漫存准备 保护市民在19号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为香港未来发展投低神圣一票 如今香港在得到中央政府帮助下 香港已重回一国两制的正轨 居民生活翻倒正常秩序 经济亦逐步好转 愿内地通关亦正式提上日程 昔日之乱与今日之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指出香港要由之及兴 必须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 确保立法会是一个有建设性 会无实解决问题的议会 议员是会为国家发展利益 和香港长期繁衡稳定做实施 是有能力传身为香港好 国家好的立法会议员 所以各位选民 勇于在19号投低自己的一票 不要再来黑暴外国代理人 和破坏力量得逞 破坏香港发展 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开展建设新年代 为港为己投一票 一同为香港的未来 选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